嘉义县中浦乡有乐新村附近民宅 上午发生火警 火势非常的猛烈 很快就波及了其他民宅 其中有名富人攀爬铁窗 详细的情形联系给记者张欣宜 是的主播 民宅顶楼不断冒出浓浓黑烟 消防人员拉起水线紧急抢救 窗口还可以看见有火势不断的窜出 更严重的是顶楼夹盖的铁皮屋 有大量的浓烟直冲天际 窗户更冒出了猛烈的火势 住户赶紧抱着小朋友逃出屋外 神情相当的紧张 附近民众也纷纷跑出来围观 担心火势会烟烧到旁边的房舍 眼看火势越烧越大 屋主相当的心急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 这起民宅火警发生在嘉义中浦乡 永乐新村的民宅 上午民众都已经出门上班 附近居民却发现 民宅不断的冒出浓浓黑烟 吓得赶紧报警 甚至一度传出有人员受困 幸好消防人员立刻入内救援 顺利将受困的民众救出 没有大碍 根据现场消防人员表示 火势应该是从大楼的三楼神明桌所引起的 但确切起火原因人在调查当中 以上就是现场 今天情形将镜头交还给同类主播 消防人员服用 解消防人员 courtyard